大家好,白俄罗斯准备正式起诉立陶宛 白俄罗斯的代表叫伊琳娜·萨布钦科 她发表声明说 如果立陶宛违反国际协议 我们将使用一切法律手段保护我们的权利 我们有信心 如果我们大多数客户和化肥购买家 因为立陶宛的行为而失去我们的货物 并遭受严重损失 他们将告上法庭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将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化肥 本案的索赔金额可以高达数十亿欧元 大家知道立陶宛铁路公司与白俄罗斯铁路公司 于2018年春季签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 由立陶宛铁路公司负责将白俄罗斯的假肥 运输到克莱佩达港 最终送到消费者终端 该合同为期是5年 2023年底到期 那么立陶宛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会导致立陶宛的经济崩溃 白俄罗斯的总理叫霍洛夫勤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立陶宛因政治原因停止购买白俄罗斯的廉价电力 导致立陶宛花费至少两倍的价格 购买西方的电力 另外白俄罗斯对立陶宛的出口达到10亿美元 基本是立陶宛公司购买原材料 进一步加工再出口到西方 那么现在停止从白俄罗斯购买原材料 损失的最后是立陶宛国内的经济 白俄罗斯的原材料会通过第三国再次出口到西方 不影响白俄罗斯相关的出口业务 所以最后损失的是立陶宛 你看白俄罗斯总理把这个账说的非常清楚 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也完蛋了 没有这个运输业务 立陶宛铁路公司就破产了 而且你本来就是来料加工 人家这个原材料从波兰 是吧 从拉脱威亚也能出口出去 不行转到俄罗斯出口 转到乌克兰出口 也能出口出去 我本身就卖原料 而你是来料加工啊 你没这个原料了 你等于制裁你立陶宛自己本国 人家白俄罗斯总理说的多清楚 这10亿美元又没了 立陶宛现在又得花大价钱去什么 去西方购买这个非常高昂的这种电力 本来可以非常廉价的从白俄罗斯购买电 又因为政治问题 我就不买你 我先把立陶宛制裁来制裁去 制裁他自己 这立陶宛现在让我真的很迷惑 今日立陶宛明日就是台湾 台湾和立陶宛这个关系 你可以看到 真的美国两个小马前卒 这真让我看得很可笑 立陶宛这些国家 看来离破产是不远了 本来和白俄罗斯 俄罗斯闹掰了 和中国也闹掰 隔着千里万里 正常来说应该是拉着中国一起 帮助自己 缓解这个经济上的困难 对不对 中国有些投资多投资一些 他非得要什么参与到台湾问题 把中国也得罪 你说台湾能给你什么 台湾人能给你立陶宛什么 给你点疫苗 台湾的疫苗全世界都不认 能给你什么 钱 台湾人有钱给美国 不会给你立陶宛 能给你立陶宛什么 俩邻居搞砸了 远在千里之外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禁止你进口 你像德国现在从立陶宛也撤资 你卖给我中国的产品 不允许有立陶宛 立陶宛制造 你说立陶宛你还怎么在世界上混呢 中国也得罪 立陶宛这个国家 你不破产谁破产 现在跟中国也搞砸了 美国有损失 美国没有损失 美国看着你立陶宛便炮灰 美国人太邪恶了 我现在想想美国人 真的太坏了 搞俩小兄弟上去 能做能带 外游踹 所以我说立陶宛这个国家最后会不会玩死 你现在看立陶宛就是在作死 等着美国来救吗 谁救你 都说一说 真能救你吗 没人救你 经济上靠你自己 立陶宛这个政府 现在来看 真的有点疯狂 真的疯狂 疯狂 感谢观看